从2018年到2023年,美中关系持续呈现性下滑。贸易战、疫情、日益增长的技术竞争、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以及对俄乌冲突的不同处理方式,共同加剧了一种宿命论的感觉。 几两国正走向彻底经济脱钩和灾难性的军事冲突的深渊。2023年11月,在旧金山附近举行的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峰会,是为期一年的平静过渡过程的高潮,双方宣布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和安全问题的成果,并试图传达一种能够有效管理分歧的感觉。 尽管美国和中国仍然在权力的全面竞争中,以及在制定全球规则方面相互较劲,但正在逐渐建立起防护措施,因此,最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已经降低。 此外,尽管双方解决根本分歧,达成更大合作的可能性很低,但也存在一些被低估的结构性稳定因素,可能会阻止关系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恶化。 然而,要防止关系在2024年恶化,需要积极的外交和一些好运,超越低预期。 在加利福尼亚、伍德塞德的费罗利庄园进行的四小时会晤中,拜登和习似乎都坚持了。 他们在技术和经济安全、台湾、乌克兰、人权等几个问题上的原始立场,同时,他们能够提出一系列超出大多数分析师预期的成果。 根据白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媒体新华社财新的报告,至少双方同意了几项行动,通过多种渠道和针对一些具体主题恢复军事对话。 承诺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减少碳排放,包括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符合双边会议前在阳光的发布的联合声明。 恢复和扩大合作以打击芬泰尼和其他麻醉品的生产和贩运,加强有关人工智能相关风险的讨论。 推动两国间更多直航航班和扩大人员往来,开始磋商,旨在更新即将于2024年2月底到期的美中科技合作协议。 除了具体行动外,双方还调整了他们框架关系的语气。 拜登政府的报告称双方处于竞争中,省略了以前无处不在的形容词战略,美国官员继续在公开声明中避免使用战略这个词。 作为对过去几年中对美国和拜登政府持高度批评态度的替代,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始终强调会议的友好和尊重性质,并对未来关系提出了充满希望的愿景,中国大使谢峰。 在12月中旬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年度晚会上的演讲,或许是这一重大转变语气的最佳例证,前往旧金山的不同道路。 美国和中国都希望这次会议取得成功,但两国领导人抵达旧金山的路线截然不同。 拜登总统是顺风顺水地来到这里,美国经济已经恢复,增长重新获得动力,同时通货膨胀放缓。 尽管国会似乎永远在内部以及与行政部门之间陷入永久性的斗争,但它确实在与政府磋商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些重要的立法。 比如,两党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以及芯片和科学法案。 这将为美国经济在未来几年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此外,美国与亚洲和欧洲盟友的关系总体上已大幅改善,尤其是在对华政策方面。 无论是在东京、柏林、布鲁塞尔、华盛顿,还是其他发达市场民主国家, 对中国在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构成的挑战的分析听起来越来越相似。 由于中国日益雄心勃勃且扭曲市场的产业政策,新疆和香港的人权状况, 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及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北京的经济胁迫行为,以及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和中印边境安全形势的恶化, 盟友之间的紧密协调不断增强。 美国政府与前任相比,在发展与盟友的长期联盟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框架方面表现出更大的意愿, 同时愿意改变自己的语言和方法,以更符合欧洲和亚洲朋友的舒适度。 这当然适用于政府自2023年春以来强调的观点,其他正在追求降低风险,而不是脱钩。 与此同时,志同道合的国家已经变得更愿意公开批评中国, 并制定一系列政策回应,无论是单独还是与其他国家一起。 这在经济安全领域尤其明显,例如,日本的经济安全促进法和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EV行业的补贴进行调查, 尽管仍存在重大摩擦。 比如美国对欧洲钢铁合铝的关税, 对数据安全和隐私的不同处理方式, 以及关于如何改革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分歧, 但华盛顿及其盟友之间分歧的显著减少, 是更重要的趋势。 相比之下, 习近平主席面临着国内和国际上, 由于其在国内外政策的改变而带来的重大逆风, 中国的灵冠状病毒政策最初在2020年和2021年取得了成功, 但在2022年面对奥密克戎变种时证明是失败的, 上海等地的封锁引发了广泛的愤怒, 而2022年底突然取消限制以应对抗议活动, 让许多中国人感到被遗弃。 在经济方面, 坏消息接连不断, 对私营科技行业的持续打压, 实施一系列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法律, 劳动力的减少和人口老龄化, 房地产市场的困境, 以及对西方市场和技术的日益增长的限制。 中国的经济可能会达到其2023年约5%的官方经济增长目标, 但复苏速度远低于预期, 不可避免的持续经济成功感消失了。 习近平在国外的记录同样问题重重, 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在台湾海峡的摩擦日益加剧, 以及与俄罗斯的结盟, 使美国及其盟友团结起来, 对西方技术和市场的准入受到限制。 全球供应链正逐渐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一带一路倡议因失败项目, 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而受到批评, 国内外问题的结合, 导致了中国公民对自己和集体未来的信心危机。 这是过去30年来前所未有的。 习近平本人可能充满自信, 相信东方正在崛起, 西方正在衰落, 但他并未说服其民众相信这一预测。 因此, 习近平需要稳定与美国和整个西方的关系, 不仅出于外交政策原因, 还为了重建国内信心。 这对于促进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威胁言辞大于实际行动。 尽管华盛顿基本没有做出让步, 习近平仍出席了APEC峰会并与拜登举行了双边会议。 在APEC峰会前的几个月里, 政府发布了一项关于对外投资的行政命令, 加强了对半导体行业的出口管制, 并坚定不邀请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参加APEC领导人会议, 北京通过调查几家咨询公司, 并将几种矿物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发出了潜在惩罚的信号。 但他还没有对这些采取任何行动, 担心这样做会加速他仍然希望避免的脱钩。 稳定性来源, 习近平在国内外面临的问题给人留下了一种印象, 其他的和解举动是暂时的策略性姿态。 一旦中国经济反弹和对他领导的国内信心恢复, 这些举动就会消失。 或者如果蔡英文, 台湾现任副总统和民进党候选人, 在1月中旬赢得台湾总统选举, 中国可能被迫做出戏剧性举动, 这些举动就会突然消失。 这种担忧完全合理, 但观察家应该意识到, 最近缓和压力的源头 直根于关系的三个结构性特征。 首先是美国和中国双方都维持对对方的可信军事威慑, 这是稳定的第一个来源。 近年来, 中国的相对实力大幅提升。 美国及其他国家认为, 中国对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威胁是可信的。 如果台湾跨越北京的红线, 相反, 通过发展四方安全对话, Quad和AUKUS, 改善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 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为台湾及其盟友提供防御支持的可信度得到加强。 同样重要的是, 尽管台湾政治光谱上存在绿派和蓝派, 关于两岸最佳结果的理想偏好, 但在现实限制的背景下, 绝大多数人口和政治党派都是某种程度的绿松实色。 总之, 爆发敌对行动的天文成本创造了一种普遍的偏好, 即维持现状。 第二, 尽管美中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已停滞, 但两国仍然嵌入在他们的经济和更广泛社会的所有方面的复杂互依存网络中。 这种网络延伸到全球各国, 互联性创造了某些脆弱性, 如对关键商品的过度依赖和双用技术的潜在转移, 但它也创造了广泛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 提高了冲突的成本和双方继续互动的价值。 可以理解的是, 双方都不急于放弃这种联系。 其他国家与美国和中国的深度联系, 进一步提高了华盛顿和北京采取鲁莽行动的成本, 相互依存不是万能药, 但它是塑造所有方选择的结构性特征。 最后, 人与人之间的常规联系, 第二轨对话和官方磋商的恢复,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这些活动崩溃后, 提供了另一套稳定器。 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建立了大约12个工作组, 讨论广泛的主题。 两国政府现在在内阁和工作层面上有正常的互动, 到目前为止, 已有一次最近的国会代表团访问。 那是在2023年10月, 可能在2024年会有更多。 沟通不一定能产生广泛合作的动力, 但它为减少对政策和两国及其他地方更广泛发展的误解提供了途径。 展望2024年, 可以称之为无冲突竞争的新常态, 并不预示着回归接触时代, 但美国和中国应该为减少最坏的负面风险, 包括彻底脱钩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而获得赞扬。 然而, 短期激励和长期结构特征的关系, 绝对不能保证任何事情, 保持2024年的势头将需要在国内, 双边和多边领域采取一系列步骤。 最紧迫的是, 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 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升级和公然冲突, 台湾选举的结果尚不确定, 但所有方面都应该在结果公布后谨慎行事。 无疑需要在台湾下一任领导人5月就职, 及其上任初期保持特别警惕, 同样复杂的是, 找到一种方式缓和涉及中国和菲律宾 在第二托马斯暗礁周围的紧张局势, 面对北京, 日益激进的举动。 接下来, 随着新对话渠道的建立, 美国和中国需要在所有领域, 包括贸易、 技术、 人工智能、 气候和安全问题、 推进磋商, 鉴于之前沟通的匮乏, 讨论本身就很有价值。 但不久之后, 双方将有理由期望在每个工作组中细化一程, 并逐渐从磋商转向交付实质性结果的谈判。 同样重要的是, 拜登政府需要扩大并深化与欧洲和亚洲盟友, 就中国政策的磋商和协调。 对于降低风险的普遍认可, 需要伴随更具体的一致性或协调性, 尤其是在实施经济安全的各个领域。 半导体、 电动汽车和关键矿物是最紧迫的。 数字经济相关规则, 履行最新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的承诺, 以及如何振兴, WTO并防止全球贸易体系崩溃, 最后, 拜登政府需要进一步发展其中国政策的架构。 政府在实施投资、 协调和竞争的三管旗下战略方面, 宣布追求在保持广泛经济联系的同时, 降低风险的目标, 并恢复广泛对话方面应得到赞扬。 政府可以在此进展的基础上, 通过进一步阐述美国, 旨在加强和改革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目标, 然后在这一基础上, 管理与中国的关系, 以适应这些更广泛的目标, 同样重要的是开始评估其方法, 在各个领域的有效性。 例如, 衡量美国技术创新进步, 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以及对中国产业实施基于安全的限制的正确指标, 是什么? 这将为判断美国政策是否取得进展, 产生意外后果或两者兼而有之提供基础。 总之, 2024年拜登政府需要采取步骤, 将其中国政策的各个元素制度化, 这样做可能意味着取得可衡量的进展, 并且拥有一个比许多人预见的更加稳定的一年。 这将使其方法对来自北京, 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内观点的批评更加不易受损。 最后一个分歧点特别重要, 因为中国政策无疑将成为11月美国国会和总统选举前讨论的一个核心话题。